哈囉大家好,我是維恩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神佑神靈武士的前瞻 沒錯啦 那暗表操課沒有意外的話 嘿,對 這禮拜五應該要出神佑神靈武士 然後不曉得為什麼 明天突然要更新 然後更新沒有內容 嗯?嗯? 怪了,怪了 是出了什麼大問題嗎? 還是有什麼BUG 還是有什麼問題沒有修到 還是上禮拜的更新 寫說有更新但其實沒有更新到 這種事情好像也不是沒幹過啦 寫說有更新就檔案都沒放進去 緊急再更新的一次 這種事情好像也不是沒幹過 嗯? 真的是相當... 不曉得該說什麼光譜 好啦,那我們講回我們這次神佑神靈武士 先來看他的裝備組 那神佑神靈武士的裝備組呢 就是神佑人馬這一套 這一套我不曉得該說什麼 原本想說他是個坦克套 但後來發現了很多鬥士也是拿這一套 那很多的坦克都是基於這一套 去拿下來一兩件再多加個 再多加個盾牌或者是手鐲 所以我不曉得該說這是坦克套還是鬥士套 那可是有很多我們認為是坦克的角色 我們認為是坦克的角色 也拿著這個鬥士套 那要嘛這些角色被我們誤會了 他們其實不是坦克,他們都是鬥士 要嘛就是...他們就是... 反正我們就姑且稱這一套叫力量鬥士套吧 不然我不太曉得這一套該怎麼定位了 因為這一套其實真的還蠻常見的啦 黃劍、項鍊、鏡子的強化版 那神右神靈武士這三件是都有的 那他的第四件強化版呢是強化版的紅甲 強化版的紅甲 所以在三維跟輸出方面還有吸血 這方面是有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加持的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鬥士套呢算是... 能算是蠻中庸的吧 算是蠻中庸的吧 兩件...兩件力量系的破甲裝有了 命中有了、吸血有了 那基本的閃避有了 那再帶一件血裝加雙抗 其實該有的... 最精華的幾件裝我覺得都有了啦 力量系來講啦 那接著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神右神靈武士長什麼樣子 沒錯啦 嗯?奇怪 檔案應該也沒漏啊 還是... 對啊檔案看起來... 啊... 這是... 檔案放錯了啦 我好像知道明天要改什麼了 笑死 命占術士長這樣子 人精之刃也長這樣子 笑死 呵... 叫人精之刃圖是命占術士 然後外面是施舊騎士 呵呵呵...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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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神佑的套路都是這樣啦 技能差不多 然後附加了特殊能力 那一樣... 點燃人的2技 一樣是點燃人的普攻 一樣可以燃燒人的普攻 那一樣是改了一點小地方 嘿...對... 那3技呢... 補血... 補血... 我們這邊先講這個補血還蠻威猛的 為什麼還蠻威猛的呢 他多了一條獸力量加成 呵... 某光頭 我苦啊我... 欸... 某個光頭 沒有30%恢復加成 也沒有力量加成 欸...神佑神靈武士表示 喔...我有喔 嘿... Lokta... Oh God... 這就是食人魔的威力 欸...等一下... 剛剛那好像是獸人 嘶... 魔獸粉絲別出征我拜託 呵... 別出征我拜託 那最後呢... 最後就是他的被動 那他的被動在原版 只是單純的拿了個魔抗 只是單純拿了個魔抗 但是... 嗯... 他這個神佑神靈武士的這個... 這個被動 我只能說真的是很鬼扯啦 那一樣是在魔抗上面 做了很大幅度的增幅 怪... 那... 包括攻速跟生命回復 欸...都把你照顧起來 欸...而且... 我就先講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剛剛講的三個數值嘛 攻速嘛...魔抗嘛...生命回復嘛 雖然沒有細講他們是怎麼運作的 但是... 我再給各位四個字啊 無限疊加 無限疊加 對... 這個buff可以無限疊加 嗯... 好像聽起來懂了什麼 好像聽起來懂了什麼 buff可以無限疊加 這個遊戲... 通常只要出現這個狀況 通常是都會被玩壞掉啦 欸...對啦 那所以說神佑神靈武士整體來講 呃...跟老神靈就真的很像 就是... 低心太容易把自己的血噴得太低 然後被秒掉 那高心呢...可以造成... 很大的困... 可以造成敵人很大的困擾 但是缺點就是... 對... 他的...他的傷害全都是單體 這是蠻尷尬的一個點啦 這是蠻尷尬的一點 啊...不過老神靈其實也很好的繼承了... 舊神靈他那個...不怕法傷這一點 嘿...對... 是真的...超級有夠 不給他怕法傷的 真的是最不怕法傷的那一種 那在物理傷害的部分 嘿...嘿... 倒是沒有任何一點補強 只有那個... 額外的回血而已 只有額外的回血而已 所以...嘿... 神佑神靈武士的短板... 依然一樣啦... 就還是那個... 血...那個... 比較怕誤傷一點啦... 那不過啦... 我在看數據的時候 我有看到一個很鬼扯的點 先跟各位講 後來想想... 好啦...好像也蠻合理的啦... 就是啊... 神佑神靈武士... 陸服那邊在測試的時候 以四星... 下去... 當...那個... 就是... 面板是用四星下去看 他說... 四星... 的面板... 加上塔羅... 加上神域... 加上信使... 四星的神佑神靈武士... 有六十萬... What?! What?! 面板血量六十萬耶... 我們以前面板血量四十萬的... 謝師傅... 都可以坦... 都可以... 假裝自己是個坦克了... 因為他本身還有那個減傷... 所以還可以假裝自己是個坦克... 血量五十萬的聖域... 在搭上... 只要不要打到髮髒角... 那個站在那裡是完全沒有什麼問題耶... 那現在... 現在... 神佑神靈... 四星滿裝... 面板就有六十萬... 恩... 這個遊戲的數據... 是不是又要... 又要爆走啦... 是不是又要爆走啦... 不過... 神佑神靈武士... 血量... 血量高... 嘿... 其實... 蠻威猛的啦... 其實蠻威猛的啦... 血量高... 還是蠻合理的啦... 至於... 詳細呢... 我們就... 之後再說啦... 反正各位就要知道... 神佑神靈武士這隻角色... 還是那句話啦... 就跟舊版差不多啦... 血量... 低星的時候... 低星的時候... 血量都是自己噴掉的... 高星的時候呢... 超強... 欸... 也不能說超強啦... 很坦的單點輸出... 欸...很坦的單點輸出... 對... 沒錯...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如果喜歡的話... 都可以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意見... 或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文恩...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囉... 掰掰...